把淘宝直接反打 七七把高星打下来 而且还能补 能补吗 不对 对方车来了 SMS四个人 毕竟火力更加的集中 但是旁边就有自己的车 先打一个侧翼 打掉一个 血量还可以 四十滴血 有操作的空间 但是往后走 就没机会了 没了没了 主要是兄弟离得有点远 你看妹妹还是腿过来的 这帮不了 对方还能把人扶起来吗 远点 看有没有混淹打人 花神和妹妹 都直接往上面去顶位置了 这波想要去拿这个分数 明明混淹把这个分数的话呢 他和2TAP 在这两天的一个比赛当中 连聚用的这个DPS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 119这边把零数给放倒了 应该是对枪的过程 两次对我本身就离得 有一 唐弟弟被发现了以后 崔奇迪直接给点压力 唐弟弟选量太低了 明明直接身为pick出来 打掉唐弟弟 现在看崔奇迪了 是的 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 这个反坡肯定不能让 一旦让了的话呢 就全大背身了 是的 他很想去找机会 能不能拉到对方的一个侧身 但是这种斜坡的话 确实有点难度 对 Pero这边和XCG 这个防区之争啊 嗯 也是有交手了 坦克已经提前换好了1897了 是的 其实对于Pero的选择来讲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管你了 是 留了 直接走 是 这好难受 早早就来了 应该是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对方 对面那个山头有人 好像有试探性的在排 再看 再开枪的 再开枪 开了分 听到脚底下这个动静 两个人 提前部署 吓我一跳 是的 打了一枪回去 直接把匆匆给打退了 进点底坡 赶枪了 屁股后面也来了 天璐 两个人过来支援 直接开椅吗 阿伟先放到一个玉玉 高点一直在不断用投注进行一波轰炸 再来一颗低炮雷 但是左侧已经拉上来了 现在只能靠状态 就是刚刚只能靠状态 稍微好一点的佛尔来顶 但是对方是一个高打低 这个Pik没有打赢 萨萨还是把佛尔给放倒 上面的两兄弟还在挣扎 现在底部不好上山 帮不了什么太大的忙 这个角度 头顶还有个匆匆在家 一传二 而且远点还有拍入马云龙的枪线 匆匆也被打掉了 对被放倒了 就剩下萨萨了 王哥也上来了 二打一 顶住 漂亮这两波 主要是现在 菠菜为了给队友去架枪 并没有打血 一颗雷直接将血量 比较残的菠菜给炸倒 而且高点还有DT的枪线 是的 高点DT枪线威胁太大了 这个手雷能不能起效果 KID 蓝萨小心雷 对方丢了两颗雷过来 KID也是一个残血 直接一个手雷 2 tap 淘汰掉XCG 左上角还在试探吗 马克巴克被AZ给放倒 小鬼这个位置也不在安全区 看一下他们有在Ig的情况往哪里走 AZ把61给放倒 对的 直接补 来了 在车上的Ibiza 阿伟又站了出来 小鬼直接被打掉 那现在虽然投影上没有枪线的干扰 小五弟弟可以往前摸 但是一个人不好操作了 不好操作了 阿伟再次 持续很长时间 打斗的Pero也是直接选择了一波回撤 更稳妥 那这样一回撤的话 翔路也是上来了 是的 不过人数上依旧是一个劣势 ACG直接压上来 有协同枪线吗 他把这个空间留给了翔路和ACG ACG也是一波刷屏带走对手 马可巴克能服吗 原点有子弹打过来 对 这今天小五的位置也被发现了 直接一波道具 小五弟弟 这个手雷能不能起效果 这一波直接人投掷物 拉出来还打掉了 王哥补枪补上了 一丝血阿伟倒在高点 没有办法救了 救不了 急整的 TMA在这一局 也只剩下了牙皮一个人 一波被刺吗 再等一等 他要找到 结果一看高点有人 是的 稳一稳 要么出枪就必拿一分 要么就不着急出枪 是的 王哥也被119给淘汰掉 马路的东边 其实GFY在这一局 前期虽然是没有很多镜头 但是他一直吃到了这个切脚圈 牙皮最终也是直接被找 很多了 因为前面和翔路有很长时间的 一个经典的博弈 但是用枪法证明了自己 小佐和小马都被放倒了 只能看长龙以及AZ 我赛 长龙穿起来了 穿起来了 先把分给他补了 好牛的黄志龙 他这一局又发挥了 又发挥了又发挥了 还可以服 打得水深火热 KRG直接大军压到上面来 想要找一波击溃 但是还有远点 GFY的枪线 是 要服个队友吧 在小佐和小马同时倒地的情况 黄正荣站出来 这个时候AZ再打掉对方最后一人吗 就一丝 没问题 没问题 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收的板给我站起来 一个也不要打 但是圈形的话是往南切 还要继续往前推 旁边还有一个满边的KRG 然后来到近点 完全不知道 马哥又倒了 小佐也倒了 基隆哥也倒了 只剩AZ AZ的血量太低了 是的 直接 很短的时间内 被天霸淘汰 27组合 是的 77和7 不但是近点要小心 哇塞 催71 他先吃到伤害吧 没看错吧 然后反打了一手 博彩在转移的这个路上 金圈的路上直接被斩于马下 但崔基还在场 崔基还在 而且鱿鱼更 是的 这双方因为I7和 现在天霸 他都要去扶人 对 扶起来了 在这个六阶段 没有吃到回血圈的GFY 属实是不好打 教堂的马路过不了 东边啊 这个西边还有NewHappy 但是崔基被2Tap给放倒了 来看一下剩下两兄弟能不能顶住原点难难放到2Tap 对 全新越来越小 彼此之间这种 夹掉枪线也太多了 感觉现在GFY过来 凌树 要面对两条枪线 是的 762打残了凌树 车头拉出来直接给对面头敲烂了 nice的枪呀 头顶上小萱在打合力式淘汰掉了GFY 然后接下来依旧是一个三打一个 大家公平战斗 对我每次在看着就是天霸被冲的时候 其他队伍怎么去劝架 然后发现 I7怎么又倒了 崔基打倒2Tap直接爆头头顶上 雷毛还吃着篮圈伤害进不来了吧 再打一个 崔基 第1 还有New Happy的枪线 KRG被淘汰出去 场上剩下四个队伍 从天霸就是因为他导人就是被New Happy给打倒了 他走过这条路是不是 再来一轮吗 哎呀 又倒一个星星 哎呦 你看看 这得队友帮忙架枪呀 确实出不来 New Happy想尝试一手过马路 换神放倒妹妹 他想尝试一手过马路 结果旁边的DT也在一直输出 New Happy最终还是要往马路对面去走 那现在不如直接把I7放过去 让他们上面浑水 啊 搅浑水 嗯 哦 崔基倒地 兄弟也要在旁边打一个侧身 虽然前面倒了很多次 但关键时刻还是能站出来的花神 攻的步伐也稍微稳了一稳 哦 林书打倒一个星星 只剩花神了 究竟还捏了颗雷 但林书自己被放到这颗雷扔出去了吗 精准命中周皮炎直接将花神给带走 以高打跌 对面鞋很低 很残 崔基一 在找位置慢慢的排点 看到一个绝 站起来之后直接被秒要 是的 这个位置要去对抗对方的进攻的话 确实是非常难的 New Happy目前已经拿到了10个淘汰 和DT 前面要给一定的压力 来了 这样的话 那他才能够摸过来啊 还有机会再打一个明明 换神周皮炎 各有发挥只剩一个人了 DT在这个山上确实很久没有开枪 给我楠楠一个面子 楠楠 是不是他拿了最后一个 好